今天是去泰国最东边的穆达汉府 要开6个多小时400多公里 这个是漫漫长路 我估计具体要到那 要7个小时以后了 因为中间要休息一下 然后穆达汉府我没有去过 然后是真正的开新地图了 不过以我丰富的旅游经验 我自己猜测 就是穆达汉府不会有太多的惊喜 应该有些地方还可以 但是也不会踩大雷 但小雷有可能会有 因为这种地方在泰国 也不是什么以旅游特别文明的地方 对吧 穆达汉主要是在湄公河旁边 是和老挝交界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做生意的人比较多 但怎么说呢 你去个新地方打个卡呗 还是有点新鲜感的 早饭在外面转了半天没找到吃的 然后我现在跑到一家 叫什么The Mountain 的这个好像感觉像民宿吧 Cafe Mountain Service Big House 还吃牛排什么都有 我也吃不透 后面还有个大花园也挺漂亮 导致下次也可以考虑 在这儿住一下 如果他是带住宿的话 哎呀 天气真 又死我一下有点厉害 又晒黑了 这是他在自己带的咖啡馆 挺小清新的 这风格我还蛮喜欢 下次应该来这儿吃个饭 哇 好漂亮啊 我觉得 下一次带我爸妈来的时候一起吧 吃个牛排啊 或者喝咖啡也行 然后远处的山井和这个小园子弄的都挺漂亮 挺喜欢的 点了个招的牛肉面 他说是中国的 其实就是牛肉粉 然后这面 尝一下 其实说他中国味道主要可能来自于香菇 因为我看泰国人不太吃香菇的 很少 有了香菇这个面就有点中国的味道了 哎呀 这一路开了几个小时雨就没停过 很担心今天目的地那也下雨 我这个人就是出去玩 一遇到下雨我就觉得很没劲 我喜欢看蓝天白雨 哪怕有点晒 这样我开车我也开的比较直接 还有五十几公里就到了 我基本上放弃希望了 今天一路上过来都是这种抽云惨木的 然后据说清迈今天也下雨 但就是说至少整个泰国的东部和北部啊 就全都在下雨 南部我不知道 现在刚来到慕达汉的酒店啊 那个check in好了 然后办好了入住 准备出去吃饭 我天啊 超冷18度 和对面啊就老挝 你抱个篮球可以游过去的 如果没有鳄鱼的话 夏小姐刚才收饭店 收来收去收到一个老挝的饭店 我就怎么过去 来自上海的夏小姐今天在泰国想吃越南菜 我们就帮她找了一个谷歌导航上的越南菜 但是怎么开过来都关着呀 啊这什么什么情况 现在呢又兜兜转转开了十来分钟路 到了一家平分的一般4.2分 但是看上去环境还可以的一个地方 反正来尝尝看吧 吃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好像是泰国菜 我看评论里面 不过这个地方知道看上去比较正经 不像刚才冷冷清清的 都不知道什么地方 看上去都有点吓人的 这还不错 而且可以看湄公河的河景的 今天太冷了 不然的话是坐在外面是最好的 在外面太冷 风一吹真的是那种也受不了 吹蒙风一吹 我们就坐在那种靠窗边的吧 哎呦不然坐在外面多好啊 太冷了真的冷 一下子向温八度啊 冒着寒冷还是出来拍几张吧 拍几段视频吧 对面就是 不这条就是玫瑰河 然后对面的是老挝 也凯什么什么事吧 希望明天不会下雨 看一下天气预报还好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就是以这条玫瑰 长长的玫瑰河为界啊 就是泰国和老挝的大部分的 那个地方的那种分界线了 基本上就玫瑰河这边就是泰国 你只要远开几百公里外 到了清堪游也是这样 然后之前都没有规划正式的行程吧 但是那个今天我后来在酒店里面 查了一下地图以后啊 大概就规划了一下 就今天呢是在那个末达海 但天气不好 晚上就玩不了什么了 就待会就吃个饭嘛 饭吃完以后就回去休息了 再剪一下视频 但今天没拍什么太多东西 然后呢明天就是在这儿 稍微完全就是这个市里面的景点 我想着可能嘛 就是差不多下午 就是再喝好咖啡以后 然后拍摄到下一站 就是纳空帕龙 这家餐厅是越南和这个泰餐结合的吧 好像是对吧 这家店在木达海好像还可以啊 还有点小情调的啊 音乐啊和里面的一些摆设啊什么的 是不是有点法式的那种风味的感觉 点的这个越南的粉和一个越南的香肠先来了 好吃不好吃 但是以我的丰富的美食经验我觉得就那么回事 来 饭中老爷们我妈也能尝尝味道 优雅是不喜欢的 说吧好吃不好吃 夏小姐你怎么一言不发 很好吃啊 又又好吃的 真的假的 你什么都好吃的 还行 还行那粉呢 反正就是一般的不好吃 这是炸鱼饼和一个辣猪排骨汤 我都还没吃我都还吃着看味道怎么样 这个是越南的肉圆meat bowl 但是切开来以后啊 再卷这些菜叶子包在一起吃的 请说出你的感受夏小姐 这不倒肉了 瞎说吧 这就给你最大的一块肉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我们就说再见 总算雨停了啊 一晚上过去 虽然不是晴空万里吧 至少也是多云间一点点来 你看 那今天就要按照刚才上面说的计划了 先去这最南的一个寺庙 然后之后就一路往北走了 估计下午吧 就可以到文干了 然后视频的话 我会把沐达汉的整个景点 就打包在一块了 然后下午如果靠近文干府的 就放在明天的视频里面 好吧 因为昨天的视频太单调了 一路都是在赶路 也没什么东西 乌达汉府的滴渣 到了啊 这个车子停的还蛮多的 我不知道是游客还是他们这摆摊做生意的啊 你看上面那一层也停的呢 这什么地方叫马农寺 就是供着那个 那个蛇是蛇什么还是什么的 反正好像以前玩那个魔兽啊 有点像那个那家族人的那种 一句都没听懂 是不是要存在那种消毒啊 是 他们都可以吗 呃 哦 哦 前面 全程吗 对 前面 呃 处理 到这里 그런데这个 哦 哦 来呀 来呀 哦 哦 哎呦 搞半天 现在明白意思了 明白意思了 第一要从那个门消毒 门票费那种随便给 然后给了100泰铢就三个人吧 意思一下吧 这个 然后呢 再坐他们的这个车送你上去 我们自己车不让开上去的 所以他所有车都停在这 总算搞明白了 这个老外比我们坑了 他就给了20泰铢三个人 你看我们中国人大方给100泰铢 好 这个马农寺到了啊 然后照应该是关井的地方 我们先去关一下井 照前面就是湄公河 在这马农寺上面 看这个湄公河 河对面就是老窝 好 现在去这寺庙了 然后照样的有一个巨大的白色佛像 我网上看评论好像这是2011年 为了纪念什么建造 这里可以有自己请一些供奉的东西啊 也是根据信仰自己放钱 夏小姐放了20泰铢 夏小姐还是蛮虔诚的啊 她是见到寺庙都要拜的 我们今天要去四五个寺庙 不知道她要拜几次 好了 现在到了这个巨大的白色佛像的下面了 马农寺啊 有程序员要烧箱的话 请告诉我 如果接下来我再见到什么表农寺的话 有策划 然后你们需要烧箱就告诉我啊 马农和表农 这个是我们做IT的一个无聊的小梗小笑话 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 粉丝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程序员和策划 知道还没完全建完啊 还在还有那种建造中呢 居高临下坎公里有个好危机动 照顾不敢飞无人机一下 我觉得就不自取其辱了 飞无人机被人拦下来说说两句也不太好 巨火的正下 这么看就还是有很威严的啊 人类对于这种巨型的这种宗教类的东西 是有天然的敬畏感觉 从这个巨像 看美国 这个巨像 这个应该是当地比较古老的 这个也不当地就是这个寺庙 就马农寺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 这个建筑吧 虔诚的夏小姐又在供奉了 虽然夏小姐有时候蛮逗逼的 但是在这种场所它永远是很庄园肃穆 那你这个中文人家懂吗 看泰国人有些好像是从这个龙尾这往前走 是不是他们有什么规则 就是要从龙尾往龙头方向走 我得去跟夏小姐去那种报道一下 不然的话他万一不知道 是从那个龙的尾巴那往往前走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说法的 我刚就看泰国人从这个龙的尾巴这 他还有一个一个装饰的牌子 然后走走走走走走 往里面走 再走到最前面了 他在尾巴这里有一个 我看不懂泰文 上面英文也没有写的 你小心点别碍到脚 这石头有点 我不知道这个上面太有意思 我猜测有没有可能就是要这样绕啊绕啊 据说从这个水龙的那个圈的某个 就转起来的某个洞的一个角度 可以看到刚才的巨大的那个白色的波像 然后可以形成一些什么共鸣啊什么 有人评论里面这么说 要从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去看看 有可能是只从这个角度 就是从这个水龙旋的圈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白色的这个火像 祝大家新冠早日结束身体健康啊 到了这个就是穆达汉玻璃塔 好像也是为了纪念国王的一个什么事情吧 那种建造的 在这在穆达汉府啊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建筑 但是电梯坏走上去我也有点 不是特别想走上去 现在体力没有那么好 就是说这个电梯坏了 鼓励一下 这种夏小姐还是往上走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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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我给你们爱的鼓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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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蛮累的 才六楼 偏偏偏他们到了 不然他们不肯往上爬了 还有一次 快点 很漂亮的 到了 我们完成了今天的挑战 但是上面怎么 我还以为上面是可以空中看的 我没想到也在塔顶隔着玻璃看 夏小姐放弃了 他爬上来肯定要骂 我就看这个东西啊 你生疾病了 他刚才已经一路在嘀嘀咕咕的骂人了 我跟你说 你不上去看 这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失策 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来 上面的景色简直是波澜壮阔 无比的壮观 那湄公河波涛汹涌的奔向着北方 哇塞 我的心灵都被震撼和洗涤了 我的灵魂都被shock 哇 It's amazing 你想你距离天堂般的美景只有区区一层楼 没有看到美景的夏小姐现在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 很自责 我从来没有内疚过 他心里很难受 没有看到 我跟你说 这个超级赞 我看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我现在已经变了一个人 我的灵魂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木达汉人 我从此身为木达汉人 死我的脚有点发软 波警是值得的对不对 对 小孩子不会骗人的 是不是啊 嗯 小小姐完蛋 她只有在明天的视频里面才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我们就不给她看 照片不给她看 你看她一脸悔恨的样子 我不悔恨她 还在强颜欢笑 我不悔恨她 现在来到了这里的第三个景点 泰老友谊桥 就是这里是 这呢是泰国那是老窝 中间大概有个边境线吧 就不用抱着篮球游过去了 这个泰老友谊桥啊 就只能说到此一游啊 就是我来我看我打卡 然后就走了啊 不值得多停留的 因为实在也没什么好看的 就一座普通的桥 只是跨境的 做一个景点有点太勉强了 现在去吃饭去了 就随便在地图上找了一个评价和口碑尚可的 4.3分的一个62garden coffee 以我的经议啊 就在泰国叫什么garden coffee的 一般大差不会太差 到了这儿就一个两个挺挺干净的 两个白色的小房子 好现在是泰语小教学的时间 如果大家出去吃饭 猪肉鸡肉牛不知道怎么说 我教你们啊 如果是鸡肉的话呢 在泰文里面叫做gai 你们在泰文里叫gai 他们就走了 然后如果是吃猪肉呢 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 干脆下午茶也在这儿解决吧 我点了杯薄荷冰美食 55泰铢 超级辣 无敌辣 我真的吃不下 幸好有个冰咖啡啊 冰镇一下我的舌头 边境小城的小咖啡馆 价格一如既往的便宜 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吗 给你们三秒钟猜一下 三二一 总共四百泰铢 三份饭 三杯饮料 两杯是咖啡啊 还有一个我拿了一个 这个无糖的气泡水 八十块钱人民币不到便宜吧 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 叫做manofilon 反正我在谷歌地图上看评价 说这个是一个万象风格的一个寺庙 然后我是看到它有几张照片的 那个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吧 反正我待会拍给你们看 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挺有意思 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在泰国啊 很多是泰国风格的 然后万象就是老窝文化的东西不多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少的一个老窝文化的 他们河对面就是老窝嘛 这个就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 挺有意思的那种雕塑啊 你们懂我意思了吧 它的就在湄公河旁边 你刚才吃饭的地方很近的 就十分钟 正好是往那个哪儿去啊 往那个纳空帕龙路上反正经过的一个地方 都是顺路的 顺路来看一下 喜欢古迹文化的还是可以来看一看的 然后研究研究 一些历史传承相关的东西吧 反正新城泽灵在本啊 祝新冠早日结束啊 大家平平安安 从刚才的寺庙出来 开车15分钟就能到一个挺特别的 因为这是在泰国嘛 这是一个罗马的天主教堂 而且做的很大啊 叫宋孔 反正你看这挺大的 就不太像泰国的感觉了 对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和以前的殖民文化有关系 而且这个整个建筑风格啊 感觉还蛮现代的是吧 也不是那种 我印象里面在欧洲看到的那些有教堂 就是那尖顶啊什么的 但这块宗教一块我研究不深啊 那个 因为以前在那个欧洲玩什么法兰克福啊什么的 那种是有哥特式的教堂嘛 就这个反正跟欧洲看到的教堂也都不一样 这个是教堂里面 这个 水晶棺材里面是真的人吗 还是他们的蜡像啊 我知道了 我看了介绍说是有七位那个天主教的殉教徒 我知道了 可能是 就是他们啊 这里呢是今天最后的一个景点了 距离刚才的罗马天主教堂也是开车五分钟 其实它的好几个地方都蛮密集的啊 从这儿看到的几个东西啊 这个水龙 这儿几个三只还四只绿色的猪结在一起 这儿一个紫色的风车的一个有点欧式的建筑 这儿又是一个大水龙 这个文化融合的挺彻底啊 这个也不知道 你看好像还有十二生肖 又是中国文化的吧 应该是十二生肖 真的啥都有啊 走到最下面了 除了这条白龙之外 好像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蛮一般的 除非你要不再下去 但我不想到那么下面去了 有些会到下面去 近距离的在那个美股河那里吧 那景色的话 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感觉 这里远处有一对青旅吧 挺浪漫的啊 看着这个川流的水势 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怎么从小镜头里面看有点像两个男的呀 男的也有可能是情侣 这倒没关系对吧 Joy 现在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拿着这个彩票 知道吗 去那个白龙那尾巴开始走 然后一边走走一圈啊 一边走一边记得说 中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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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如果最后真的又中到了 分你一万太猪哦 够吧 够吧 992645 记住这个数字 600万 深复重要实名的小朋友 他拿着我们精挑细选的彩票 要按照这个起伏路线走路了 如果中了啊 我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多灵验 没有中就算了啊 上一次在这个花卉市鲜花市场的那个已经 已经没中啊 所以大家可以忘记了啊 这次我们看看这个白色的巨大水龙的这点 而灵验不灵验啊 拜托你了 好今天的行程呢 就按照顺序放在下面的图里面了 第一个马农司呢 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 但那个玻璃塔和太老游泳桥就可玩可不玩了 具体看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吧 然后这的三个四秒呢 就根据自己的路线来看要不要去玩吧 反正我觉得如果是顺路的话还是可以去的 但不要抱着太高的期待吧 反正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最后的这个六十二garden咖啡呢 店主是中国人会说中文 东西我觉得也还不错 价格也挺便宜的 如果你们的行程跟我一样呢 就不妨在他那儿去用个中餐 或者就是喝杯咖啡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如果喜欢的话请点赞一千三连 谢谢